好,那今天的新闻网咖呢 依然有陈思莉是出现的 再次恭喜你了 谢谢你 第一张专辑就是让世界听到 终于让我们至少 现在马来西亚的朋友 也听得到了这样子 我想问说 筹备了一年多的专辑 让世界听到呢 推出之后啊 那个心情会不会 会是怎样呢 可能有一些歌手会觉得 很紧张,紧张销量 可能有些朋友说 啊,终于雨过天晴了 因为专辑终于推出了 反而陈思莉是有怎样的感觉呢 因为我觉得 那个comfort zone 反而就是在那个录音的过程 然后就 推出这个专辑 才是我该紧张的一个东西 也许这个公司就不让我紧张说 这个东西就交给我们 就是让他们自己紧张 销量的东西不要管那么多 对啊,对啊 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 一起工作 一起分担 对对对,一起分担 然后一起去Fly 那个Go 这样子 所以 我还是会紧张 也许是销量啊 还是或者 一些评语啊 说好不好听啊 还是 诚实力有没有成熟一点啊 还是这样子 这样专辑呢 就用了大约一年半的学习筹备嘛 包括你自己的练身啊 之类的练习啊 在新加坡 做了很多的女佣 Made的感觉 OK 可是出来了之后哦 整张专辑一百分的话 你给自己多少分呢 呃,一首歌我会打十分 十首歌 就一百分咯 我就打一首歌九分就九十分咯 可能八十分 对 因为我觉得 第一张专辑嘛 怎么说就是 呃,虽然是用了 我一百八仙的心血 可是我知道 诶,还是 不算是一百分 对,我觉得我还有进步的空间 明白 那三月十八号 就是你推出专辑的大好日子啊 三月十八 不是,四月十八号 你的吉日啊 大吉日的样子 那前一天 有没有特别去做了一些 怎样的东西 就可能一定要穿 红色的内裤啊 内衣啊 甚至是可能去 我没有那么迷信 求神拜佛之类的东西 有吗 我们其实没有那么迷信 真的 都没有做任何东西 都没有 有没有啊 都一直在pray而已 你懂 去cross my fingers 明白 可是发那天 有没有亲自去 呃,商场看一看自己的专辑呢 有啊,有啊,有 真的 所以你看了之后 会不会觉得 蛤,还没有发啊 其实我有自己去买了一张 嗯 可能,可能说 不是superstitious啦 只是我喜欢那种感觉 就是去到商场 然后买了一张自己的那个专辑 嗯 我觉得蛮好玩的 对 然后而且那时没化妆 哈哈哈 然后那个retail shop的那个人 都不认得我 你自己去买吗 那时候 对啊 OK 你没有这样故意这样给他看 没有,我就头弟弟这样子 哦,OK 所以买了那个感觉是怎样 它会不会更加有满足感 还是更加有信心 我的专辑自己买的 这样子的话 然后自己回家 不如看了几百次 还要看多一次 到底没有哪里出错 对啊,对啊,对啊 都一直有double check 看下,哎,什么错了什么错 其实都没有错 所以就很relax的 就是开着我的专辑 然后这样子 哦,在里面停啊 对 自己欣赏自己爽那个啊 没有啦,是开心的 哈哈哈哈 是很开心的 对对对 真的刚才你说有八十分嘛 那整张专辑已经出炉了 对 如果要选一样东西 无论是造型上也好 拍照也好 或者专辑制作也好 有哪一些地方是你觉得 没有很满意的 可能一点点不满意的是什么东西呢 整张专辑 嗯,我觉得 还要再瘦吧 哈哈哈哈 已经很瘦啦 嗯,还好啦 其实我妈说那个 封面脸有点圆 哦,OK 有吗 不会啊,我觉得OK啊 对啊,我妈你看错了啦 伯母,不要这样 OK 所以你觉得自己还要瘦 嗯 那你多瘦是最瘦 对来说 你还要瘦多少 对你自己来说 多几公斤吧 你现在多少 八十 四十九 八十 那是我 哈哈哈哈 你知道哦 四十九 还有没旁边那个 哈哈哈哈 呀对 应该要再瘦哦 四十五 你觉得你的 ideal吗 对 但是越瘦也好 对 可是希望 该瘦的地方瘦 不该瘦的地方不要瘦 就继续大 这样子啊 OK 继续大就不要了 哦,不需要了吗 哈哈哈 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去筹备怎样专辑啊 那一年半真的是很长,你懂吗 对一位新人来说 对我们来说 诶,新人来说一年半的专辑 说强呼一点哦 第二季的Super Sound女冠军 Orange也比你早推出了专辑 对啊 单曲这样子 你自己有没有奄缘呢 冤言呢 其实 你会觉得 我真的 我真的觉得 时间就还好 对,因为我真的是每一首歌呢 都 我们整个制作群呢 都很用心很用心地挑选每一首歌 这十首歌 even bonus track这样子 我们都想了想很久 我们才真的是select 哪一首歌就是放S 哪一种 哪一个track这样子 哦,真的 每个排位 每个排法都有一定的那个 不是说排法 就是说它的那个风格啊 哦,OK 歌曲的风格 曲风这样子哦 就是说可能我整张专辑呢 都会比较 比较Western 比较西化 西化一点 哦,西化一点 西化吗 西洋一点 对,比较西洋的那个feel 所以可能我里面会有一些 R&B的东西 有一些很 很新的一种编曲 也是很Western的 然后当然也少不了一些Valid 我们当然是就要把很多喜欢城市里的人呢 就是把它凑合在一起 然后,而且我觉得真的很有满足感的就是 我推出了以后 我真的发现很多人都跟我说 他们有不一样的歌曲的preference 你知道吗 就很像我家人 我们有 我们的family members有四个嘛 我啊,我弟弟,我爸,我妈 我们这四个呢 都有不同的喜欢的一首歌 你妈最喜欢哪一首 我妈就喜欢 Showtime 你爸呢 我爸喜欢不得不爱你 你自己呢 我喜欢我自己 produce还有创作的一首歌叫 那个不是我 然后你弟弟呢 爱错了吗 他的贴层commercial 会吗 可是是正常的啊 既然你弟弟很喜欢这样的 所以 我要跟大家说 城市的弟弟也蛮帅的 所以你没有想过 下次有机会跟他合唱 其实我真的是有想过 只是可能第一张专辑 可能他我们也还没准备好这样子 你弟弟会唱吗 他很会唱 我不知道 我不想就是再夸了弟弟 可是他真的是很会唱 他的表情都很准 你确定吗 而且他的那个拍子都很准这样子 我觉得这真的是 不是教的 你弟弟几岁 十岁 他在学校都有参加唱歌比赛之类的 没有 为什么 他喜欢 他很好玩 他很好玩 对 那时候其实他有来录音室 他很好玩 这样子 然后他 他很喜欢high school musical 哦 OK 然后他就有买自己的那个 caro key的那个 bcd cd 然后就来到 他就说 怎样 我们就说 你可不可以唱 然后我们就帮你录一个diamol 就很随便的录 然后老师说 可以啊可以啊 就试看嘛 然后他就录了 觉得 真的很棒 因为真的是不用autotune的 你知道吗 哦 OK 录音就是有autotune 所以他唱得非常的好 perfect的那种 不是perfect 可是就是对一个十岁 那时候他才九岁嘛 一个小男生来说 他真的是很棒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让十岁 然后八年之后才可以参加比赛了 这样子 还好 可能参加一些童心的比赛 有时候不定 这样子 现在给他就是专注在他学业 OK 很好的姐姐 OK 好 这时候呢 要让大家听到的就是 他弟弟很喜欢这首歌曲 叫爱错了吗 当然有一些点唱的朋友 对 那要请Des来念一遍 我们这里有Kelly Chung 说 Des 我真的很喜欢你 以上的歌曲都非常好听 好有感觉 爱错了吗 我要送给Des 但是我谢谢你 然后我希望自己呢 不会爱错了你 也希望你也不会爱错啦 好 当然不会爱错 OK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嘛 是Jen说 Des 你这首爱错了吗 是我的最爱 也是我的最爱的歌曲 OK 谢谢 然后你也是我们很 很爱很爱的歌手 祝你歌唱事业顺利 成为马来西亚新天后 哇 我要将这首歌曲送给Alice Alice你要相信我 我不会爱错你的 哇 OK 所以你的歌曲啊 让很多人可以传情打印 我真的很开心 好的 所以我们听 陈世丽的爱错了吗 再见 寂寞就会这样